很久很久以前在某个地方 有个卖定时的小吃店 因为太难吃 所以一直都没有客人 有一次他们还参加了拯救贫穷大作战的帮忙 然而好生意并没有持续太久 因为餐点实在不吸引人 客人也就不会再上门 这家店的老板平次郎是个暴力丈夫 只要一喝酒就会拿妻子出气 有一天妻子阿正在河边洗衣服的时候 有一艘小船飘了过来 此时小星居然趴在船上求救 阿正赶紧拦截小船救下小星 我是要航行骑到海洋的冒险家 小星也就是新自助 往后请登登指甲人 就这样阿正把小星带回家 让他暂时先住下 那个小子是谁啊 那是我的台词了 他是因为晕船而身体不舒服的可怜孩子 老婆就让他暂时住在我们家吧 然而平次郎却不答应了 因为家里没有多余的钱再多养一个人 话音刚落 小星居然跑到熬汤的锅里洗澡 三个月没洗澡真是舒服 平次郎感到很绝望 好不容易熬出来汤不能再用了 然而此时锅里散发浓浓的香味 自己亲自品尝一下 简直是美味极了 好喝的连自己都难以置信 平次郎感叹自己从来都没做出过这么好喝的汤 就这样 平次郎转过头来允许将小星留下 随后今天来的第一位客人 瞬间就喝完一碗汤 居然还要再来一碗 就这样小星熬出来的汤获得客人的好品 紧接着客人就越来越多了 客人纷纷问起这么好喝的汤是用什么熬出来的 平次郎敷衍说到这是祖传的商业机密 由于生意太火爆了 汤根本就不够用 平次郎叫小星赶紧进去锅里 然而小星却在用功读书果断拒绝 平次郎直接来应当 强行将小星泡进锅里 小星表示很不开心 结果被强迫泡出来的汤却非常难喝 平次郎直接对小星使用暴力 妻子健壮赶紧跑过来安抚小星 不可思议的是 被疼爱后熬出来的汤居然又特别好喝 这边隔壁高级小吃店的老板 看着平次郎的店生意这么好 于是也亲自过来品尝 喝了一口 感叹自己活了一辈子 从来没品尝过这么绝妙的美味